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仪是一个代词 就是我们讲我的意思 同那个仪之意思一样 这个仪是辅佐 护卫的意思 那么这个仪意 就是指我自己的贴身大臣 他自己的护卫 这个骨弓 这个比喻左右辅佐之臣 在旁边辅佐的大臣 这个骨是大腿 弓是胳背 胳膊 那么我们人身体 这个大腿胳膊 这个就是重要的度位 心理啊 这个是念理 理型的理 比喻主要辅佐的人 那么这个理啊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肌骨 就脊椎啊 肌骨 中啊 是中正之道 这个中啊 在这里的意思是标准的意思 那么这个单元是讲到陈述啦 上面第一个单元是军道 军道是领导人 那么陈就是被领导的 那么被领导的 要怎么样进一个被领导人 应该做的本分 那么这个第一小节就是利节了 利是建立 节是节操的意思 那么这一条讲啊 现在我任命你辅佐我 做我的心腹大臣 如果你自己能够立身中正 就没有谁敢不中正 百姓啊 不明白什么叫中正 希望你为他们 做出中正的榜样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君主领导人啦 这个任命啊 辅佐的大臣 那辅佐的大臣啊 我们一般讲心腹大臣 就很亲近的人 那么这个大臣啊 如果能够自己啊 立身中正 自己要做的正 就没有谁敢不中正啦 因为啊 这个拜头的人啊 中正啦 那大家呢 那大家呢 就会跟着中正啦 所以人民百姓 他也不明白什么叫中正 那完全啦 看这些政府国家呢 各阶层的领导人 那他们怎么做 这些各阶层的大臣啊 这些官员啊 如果都做得很中正 那人民呢 也就跟着中正啦 所以这个是 一个君主领导人啦 希望啊 他用的诚实 为人民 做出中正的榜样 那么这是 陈述的第一条 就是 被领导人 做给下面的人民看 要做出啊 一个中正的榜样 这是一个标准啦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